强哥美食 健康美食 二三月份是海马线最鲜美的季节 也是瑜伽家家家户户户吃海马线的季节 包包子又放海利子的 又放扇贝优的 怎样能包出既美味又没有新闻的包子呢 它有一个黄金比例 接下来你一定要看好了 家庭版的海马线包子 好吃又营养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纯大连海马线包子的包法 三月份是海马线最鲜美的季节 水粮已生长 强哥来到了大连东港海域 要亲自擀一些海马线 回去包包子 如果你学会了这种海马线包子的包法 其他的海菜包子你也就会了 找来高筋面粉 海马线包子必须是汤面 我们只烫五分之一就可以 一半烫一半不烫 给它和成面团 用一块布给它盖上 醒面三十分钟 挑写海马线是个技术活 首先把里面的立壳子挑出去 因为是在礁石上干的 里面有沙子 净化的海水 用碗中用筷子搅拌 再用筷子一点点挑出来 反复几次就清洗干净了 把清洗干净的海马线放入纱布里 把水分挤出去 这道菜的灵魂是要用海水清洗 所以特别鲜 我们用刀给它剁成小段 不要剁得太碎 因为我们是包包子 搭配绿萝卜 煮一下过凉切成小段 最香的五花肉攒给它切成丁 放入大葱大浆切成末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再加入一些猪大油 朝着一个方向 搅拌均匀 最后再放入葱胶油 馅二的比例是 六分彩 三分肉 一分萝卜丝 这种组合才算是完美的组合 馅打好后放入海马线 少放一点盐 再把剁好的萝卜丝 放到碗里 一起搅拌 至于味精及其他的调料 我们就不放了 线调好后 面以型号擀成皮 给它包成麦穗状 如果您不会 也可以包成其他的形状 包好后的包子 放入笼屉里 入蒸锅蒸上 它15分钟 咱们就可以开放了 如果您学会了 就给一个赞美 本人每天都有菜品更新 在您不知道每天吃什么的时候 打开我的视频 跟我一起学做家常菜 一切菜品咱都会 双击加关注 做菜有帮助